最近網路上大家討論度很高 國內有財經大佬說 如果要買半導體的話 只能買台積電 我們先不論到底能不能買其他的 我要問的是半導體產業 真的選對就大爆發 選錯就大崩壞嗎 你怎麼解讀 就覺得2024年是對半導體產業 充滿了機會 但是也是挑戰的一年 那關鍵是什麼 關鍵是在2024年 全球就是今年年底 全球將新增42座半導體的晶圓廠 那我們看一下過去這三年 2022年全球是新增了29座半導體晶圓廠 2023年是11座 但是到了2024年 是大舉的跳到42座 那42座是多還是少 我以2023年的全球12寸晶圓廠的總數量 大概落在180座左右 所以光是今年年底 全球將新增42座 那這個比例其實應該是讓很多的對於半導體有研究的人會有點擔心會不會出現短暫的功過於求 這42座中其實其中有32座全部都坐落在中國 那他們這主要是鎖定在28奈米 40奈米跟55奈米的成熟製程 所以為什麼剛剛說那個大佬有提到說只有台積電能買 那關鍵其實就是如果這32座位在中國的半導體晶圓廠全部都產能開出之後 那對於一些成熟製程的廠商來講應該會有很大的壓力 那32座在今年年底在中國會開始量產的比例是非常的高 為什麼是因為到2023年其實中國現有的晶圓廠才44座 所以在今年年底就將急增32座 這個所以以它的這個展現的數量的一個呈現 應該是呈現出中國是非常有企圖想要在半導體發展的一個企圖心 那這44座中有25座是12吋 然後有4座是6吋 然後有15座是8吋 那以目前中國這32座的這個計畫中 其實有22座已經在建了 然後有10座是在計畫中 那主要都是以12吋為主流 所以當目前我們看到在2024年年底 全球將新增42座半導體晶圓廠的時候 應該就會讓有一些人開始擔憂 會不會出現功過於求的一個內容 對 因為最怕的就是 常常中國市場會把一片的藍海 做成一片的紅海 也就是血流成河 我要問的是 如果它一口氣激增這麼多的晶圓廠 全世界有這麼大的需求量嗎 當然有 其實如果就長線來講 全球的半導體產業 才正如火箭還開始升空而已 那這張圖其實是從2023年到2030年 全球的半導體產業的一個產值的部分 那半導體產業它有分為一些應用 第一個有分為像伺服器車用跟工業半導體 另外還有包含的這個其他產業半導體 那最主要是手機這一塊嘛 那主要你看在2023年的時候啊 其實這個手機這一塊的這個所謂的其他產業半導體 市場規模大概是佔3580億美金 那伺服器車用跟工業大概是佔2380億美金 佔比是40% 那從2023年開始就會搭上火箭 以這個年複合13%的速度快速的增長 那這個淺藍色的部分會成長到5580億美金 佔比會來到50% 那這個原本深藍色的部分也會持續成長 它會來到5400億美金 所以5580億美金加上5400億美金 總計就超過1兆美金左右了 那現在目前的半導體的市場的規模 大概在5000多億嘛 所以未來這幾年啊 這個搭上火箭班升空的半導體產業 它還是會持續的會增大它的這個市場的規模 所以這個時候增加很多的供給量進來 其實應該都是看中了這個未來半導體產業 火箭升空的一個發展 那我們仔細在細部 它的這個成長需求最快的 應該會落在伺服器這一塊 AI 對 它的年複合成長率是來到15% 那至於車用跟工業 大概是落在11.2%跟11.2%的年複合成長 所以長期看起來 AI這一塊應該會是半導體 驅動它快速增長的一個 非常大的一個應用市場 市場的規模成火箭升空 但是整個半導體的毛利率呢 我們直接說在賺錢的狀況 能夠有多大的推升 對 基本上我們從財報的表現 我們可以從兩個指標去看 這個半導體產業的上中下游供應鏈 他們要如何的去選擇 那大家知道半導體產業它有分為上游的設備跟材料 然後中游的晶圓代工跟下游的一個封裝測試 那我們一般來講要怎麼知道這個產業它好不好賺 其實我們會透過毛利率來當作一個評量的標準 毛利率越高代表它的進入門檻越高 代表廠商賺的越多 毛利率越低代表它就有未來有很大的競爭的一些壓力 那目前我們用這個上游設備兩家的一個代表 一個是做檢測的大廠的蚵蕾 它的毛利率2020年Q1大概是落在60% 60% 對啊 那艾斯摩爾大概是51.4% 那這是上游的部分 上游的設備跟材料商他們確實毛利率是非常的豐 那至於這個中游的晶圓代工 台積電其實很會賺大概也只有53% 也很厲害了 因為它也直逼了艾斯摩爾的毛利率 甚至比第二名的三星 三星只有30.84% 還高出許多 所以這個也顯示出台積電在這一塊 確實有很強的競爭優勢 那另外在這個封裝測試 像日月光只有16% 然後這個另外一家的美國的檢測大廠 大概也只有15% 所以從毛利率的這個角度來看 其實上游的設備 其實它會優於中游的晶圓代工 那中游的晶圓代工又會優於下游的封裝測試 那除了毛利率之外 我們還會去檢視它的近三年成長率 那很明顯的看到 像柯磊近三年成長其實2.95% 艾斯摩爾是9.13% 那台積電是1.52% 那大家覺得1.52%很少 是因為2023年的半導體 是陷入到一個谷底的一個階段 那2024年其實它才會開始正式的一個走升 那目前看起來 只要能維持正成長就很厲害了 因為你看台積電競爭對手三星是衰退了兩成 那另外我們國內的日月光 它是正的0.97%的成長 所以我們從成長率來看 從毛利率來看 會發現這個上游的設備材料 確實會在這一波半導體產業 如火箭般升空的這個趨勢中 應該會有很大的受惠的地方 而且從毛利率跟成長率看起來 艾斯摩爾 毛利率高成長率也高 艾斯摩爾的重點在哪裡 艾斯摩爾它最大的重點就是它幾乎寡占了 那它最主要的是用在半導體的光科技市場 那光科技市場中 艾斯摩爾它有提供兩種的設備 一種叫EUV 一種叫DUV 它的差別在什麼 如果你想要發展7奈米 5奈米 甚至3奈米 甚至未來的1奈米的先進製程 你一定要用EUV 那DUV的話 就是如果你是發展14奈米 14奈米 然後14奈米以上的 可能28奈米甚至45奈米 就要用DUV 先進製程要用到的是極子外光 那比較成熟製程 用到的是深子外光 對 那像先前美國想要去制衡 中國大陸發展半導體 就是限制艾斯摩爾 不要出貨EUV給中國 但沒有想到中心半導體 用DUV就做出7奈米的這樣子的效能 嚇到美國是不是想說 是不是連DUV都要禁止 那不管怎麼樣 其實我們看到艾斯摩爾 它在EUV的市占率是高達100% 那DUV它的市占率也有高達8成以上 所以這麼高的一個市占率 這也反映在它這麼高的一個毛利率的表現上 因為當大家都在拼命蓋先進製程的時候 那當然它的這個設備的獨佔性 就會造就它很好的一個成長性 我們等一下來看如果它好的話 有誰能夠跟著好 但是國際上目前怎麼看半導體的產業 對 雖然我們剛才講說半導體 如火箭般的升空 但是這些國際的半導體的設備廠 對於未來的看法 其實他們也從不同的角度來看 第一個就財報的表現來看 艾斯摩爾所公布的最新的營收跟獲利 它都優於預期 然後因為他們的EUV的光刻機的需求 真的非常熱烈 訂單也非常的激增 即使現在這麼好的情況之下 艾斯摩爾也認為現在還不算很好 2024年只是為了迎接2025年爆發性成長的 一個關鍵的年度 所以現在在暖身而已 現在只是暖身 大家所看到的營收的跳升 獲利的跳升都只是暖身 暖身什麼 為了迎接2025年整個爆發性的一個成長 所以我們認為為什麼半導體在2025年 會有一個高峰期 其實很大的關鍵 其實從很多的客觀數據來看 確實是有這樣子的一個支持的論點 那另外一個國際半導體的設備商 美商的應用材料 它最新所公布的財報表現也非常的強勁 它也是連續五年都超越市場的表現 那它認為未來隨著客戶 這幾年逐步的去採用像AI物聯網等 次世代的晶片的技術 都會長期的去支持公司持續的一個成長 所以目前看起來 其實我們整體來看 整個半導體對於2025年 其實相當具有期待性的 相關的設備商也非常具有業績的成長性 那基本上其實我們有去針對 這個艾斯摩爾跟美商的應用材料 台股的供應鏈去做了一個排序 那基本上我們有分為這個 只要是它供應鏈的 我們就把它納進來 然後另外大家再看 參考好要進世紀的EPS 再加上3月12號的股價 然後去呈現它本益比的狀況 另外我們前2月的營收年增率 也把它做了一個表示 那第一家其實是這個340以上的經底 它很多人認為它是鴻海集團的一檔 半導體設備公司 但是它經底的最大單一股東不是鴻海 是誰 是應用材料 美商的應用材料 它不只是美商應用材料 它不只是經底的最大的單一股東 它更連續8年都獲得 它最佳供應商的一個獎的獎項了 它近世紀的EPS是20.48 目前的本益比是12.1倍 那這個本益比真的是非常的物美價 因為台股現在目前平均的本益比是24倍 哇 已經到24倍了 到今天為止已經來到24倍了 所以有一檔半導體的設備商 它的本益比竟然只有大盤的一半 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那第二個是這個凡宣 它的EUV的機台次系統的模組代工廠 那它近世紀的EPS是10.96 然後本益比是14.6倍 也是物美價格 真的也是少數 我們在看半導體的設備商中 本益比可以落在15倍以下的 那值得留意的是 它前2月的營收年增率是來到9.8% 所以是一個不錯的正成長 那第三個是祥明 它是做黃光製程的一個備品耗材 它近世紀的EPS是6.67 那目前的本益比是17.8倍 那它前2月的營收年增率 是來到10.9% 展現了一個不錯的成長的力道 那除了這個前三檔 它的本益比在20倍以下之外 那後面的四檔本益比就在20倍以上 那包含了這個瑞雲 它是做零組件及備品的供應商 近世紀的EPS是3.59 目前本益比是20.6倍 那值得留意的是 它前2月的營收年增率 是來到26% 所以是一個滿 今年的業績成長性 是滿值得期待的 那另外像工准 這個零組件的供應商 它近世紀EPS是4.52 目前本益比是25倍 那另外益得是 這個成交量稍微小了一點 它近世紀的EPS是4.71 那本益比也有點偏高 是來到28.9 那很多人所關注的 這個加登UV光照盒的供應商 它雖然它近世紀EPS是10.24 但是因為它目前股價也來到416了 所以它本益比來到40.7倍 雖然它前2月營收年增率是來到25.7% 但是以它目前的本益比來看 確實是一個 我覺得是不能說貴 只是說符合它現在目前的成長的狀況 我問你喔 如果你看好半導體 看好台積電 只能選一檔 慶隆你會選誰 選一檔 對 我覺得這個 我剛才提到說 大盤的本益比是落在24倍 所以基本上這個落在24倍以下的 這四家公司 會是我心目中一個比較好去布局的一個廠商 太清楚的脈絡了 謝謝慶隆 請先回座了 休息一下 下段的節目也要告訴您 最近在全世界都在流行一件事情 很多的藥廠 他們把重點放在減重 這減重引發多大的商機 台灣生技族群誰在琢磨 休息一下 明漢告訴您 投資市場瞬息萬變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麼樣隨時能夠掌握最新訊息 重點是做出專業的解讀 而且化為精準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斷 記得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前線百分百 每天帶你掌握全球最新訊息